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品服务中心KSFC曾经统计过 自疫情爆发之后 每年家暴受害者增长到了大约3000多名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KFSC的策划总监朱里玛 和经济自立项目经理Helen Jean来我们节目做客 向我们普及一下遇到家暴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 以及受害者应该如何重新的独立和回归社会 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朱里和Helen Hello 也请两位就是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兴趣来到柜节目 我是KFSC的策划总监朱里玛 Helen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FSC的经济自立项目经理 主要负责帮助顾客们找工作机会 教他们英文和其他各种技术 很荣幸今天可以到焦点频道上介绍我们机构 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我们机构所提供的服务 是的 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我们请助理总监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好的 KFSC是一家非每位机构 该机构的终止是有效的去协助纽约地区的女性 儿童和家庭去消除家庭暴力和虐待 我们的咨询教育 宣传和知识服务 帮助受益者培养他们可以经济独立 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安全和健康的关系 那每年呢有超过3000人受益于我们提供的服务的 那我们提供的所有服务都会衡量和考虑受益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 那KFSC呢已经在我们的社区提供服务34年了 我们的服务是有效的去针对受害者在美国的文化差异 而这些差异呢是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的一些障碍 那KFSC是第一个专注于为纽约地区的亚裔社区服务的防止家暴组织 并且是美国东岸唯一一家 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提供双女热线的机构 90%的家暴和性侵客户呢都是亚洲的移民 95%是女性 98%的英语水平是有限的 而且98%的客户在都生活在这个贫穷线下 那我们有许多的幸存者都是没有证件啊 没有保险啊也没有工作的 是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 那这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被定义为家暴呢 就是家庭暴力呢是有包括很多种 有身体的虐待 有情感的虐待 性虐待还有经济虐待 那身体虐待呢是指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 比如是偶打呀 抵打捏打三耳光 强迫你喝酒坏吸毒 还有其他的身体暴力行为 那另外呢还有情感虐待 包括有言语的攻击 像是说用无辱性的词语 辱骂等等 心理和情感虐待 恐吓讽刺等等 那另外性虐待呢是指 在任何未经同意的性关系 性骚扰性侵犯等等 那经济虐待呢是 指的是作为养家糊口的人 去对其他的家庭成员的虐待 父母虐待未成年人呢 或是虐待没有经济能力的配偶 迫使受害者在经济上 依赖这个肇事者 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一开始去意识到家庭暴力 可能并不容易 因为虐待呢 这个行为一开始通常是不明显的 可是随着那个时间 逐渐的累积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家暴的种类 其实分很多种啊 一开始虽然我不了解他 但是如果当我逐渐意识到之后 我知道我自己遇到了家暴 我需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呢 那第一如果真的是很紧急的情况下 请拨打911 第二不要犹豫 一定要寻求帮助 那KFC的热线号码是 718-460-3800 中文佛墨呢是早上八点 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那第三拍下受伤的照片 如果是在家暴发生之后有就医的话 确实是有些家暴被害者们会选择 回到肇事者旁边 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怕后果 尤其是女性 很多女性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独立 所以他们就离不开自己的丈夫 即便经历了不家暴 他们也会选择继续依赖肇事者 有些被害者会轻易地原谅家暴的家庭成员 也会有一部分人已经到了习得性无助阶段 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放弃求助 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后 面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一个心理状态和行为 所以我们机构会 我们机构过去三十多年帮助了很多家庭暴力被害者 大部分被害者到最后还是会后悔 当初因为怕没有经济来源隐瞒真相 然后委屈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心理学家 然后社会学家都有提到 一旦有人经历了家暴被害者们一定要得到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帮助 否则很容易会经历更多的危险和家暴 是就是一定不要去放弃求助这个行为 那么我们这个家暴的被害者 如果他们已经觉得我自己要逃离了 我要独立了 那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 每个人的情况多少少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很难就是去数据化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尤其是移民者社会 我觉得共存的难题就是要学好英文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是能够在学英文这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对吧 是的 KFC为了鼓励女士们重新融入社会找工作 最终在经济上精神上独立 我们机构几年前专门开设了一个经济自立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免费课程 项目内有所有项目的项目内的所有的课程 我们这边免费开放给住在纽约的女士们 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一部分教育背景 不仅仅是家暴性暴力的被害者 就是低收入家庭的成员也可以过来申请 然后在那边学英文啊 学电脑啊 还有学防任课 2023年的春季 已经开课了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陆续过来报名 明白 所以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开课 然后如果是你想学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对吧 是的 有一点可惜的 可惜的一点我们这边电脑课跟防任课已经 就是招满学生了 没有名额了 但是英文课我们这边还剩下几个名额 所以感兴趣的女士们可以给我们那个 就是热线电话打个电话 917887 9173 对在屏幕上这电话 所以现在还来得及对吧 英文课程 是的 明白 那如果是感兴趣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去联系他们 那么英文课程剩下几个名额也还是蛮好的 听说很多女性在疫情失业之后就很难找工作嘛 那希望这个课程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就是重新的独立 重新的回归社会 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节课程之外 我们组织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服务吗 我们这边项目也会提供求职资讯呀 然后润色简历 还有进行模拟面试的 对 我们这边会给学生们很多就是多方面的支持 鼓励他们去找工作 明白 就是方方面面对吧 是的 免费的法律咨询也有吧 就是 是的 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 偶尔会举办一些谈论会呀 然后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怎么增长防范意识 然后提高各种家暴的提提之类的 明白 我们知道肯定有很多女性都是在这个组织当中受益很多嘛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的例子 就是去鼓励一下大家这样子 我们这边过去三十年 每年都有上千家暴就是家暴那个被害者们向我们机构求助 然后他们也得到了帮助 大部分的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后最后在经济上精神上完全独立了 自从今年年初开始上就关我们经济独立项目里面的学生 我们就有十多个人已经找到了兼职或者全职岗位 然后他们现在也特别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这边有有A女士我这边不太方便透露她的信息 所以我就叫称为她A女士 她去年上完我们项目的本任课 然后她上完课一开始是在一家裁缝店工作了几个月 然后后来她这边不断的投简历 然后准备面试不断的修改自己的portfolio 然后最后当上了宠物服装设计师 哦好棒 对 然后这边也有另外一位C女士 她90的时候就是出车祸了 然后又就是右腿截肢 然后她一直都在带那个奖肢 然后后来她就跟她的一个同学就是成家了 然后也生了两个儿子 然后十年前移民到了美国 在纽约定居下来了 他们家其实是有了一定就是稳定的收入 然后儿子们也长大成人了 以为他们家就没有 越来越好了对吧 对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任何事情 没想到疫情期间 西女士的丈夫可能压力比较大 然后就开始打了那个西女士 然后到最后她的简直都被打断了 然后她的两个儿子就实在忍不住了 然后就直接把她的西女士的丈夫给那个就是告到警察局 然后西女士这边就向我们机构就是打电话过来求助 然后后来她就是她来我们那个经济智力项目的英文课上 然后她现在是找到了一份兼职 然后她这边是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报的细选 嗯太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 那我知道最后啊 其实这个KFSC最近还有一个筹款晚会对吗 可以请助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那KFSC的34周年的筹款晚会 就在星期五的4月28号举行 我们的筹款金额呢是75万 筹得的这个款项都会帮助我们收孩子在工作上的培训呢 做影响儿童家庭所提供的客户活动 或是给收孩子提供的一些临时住宿等等 那详情呢 请浏览www.kfcgala2023.org 希望你们都可以帮我提供一下这个资料 那刚才跟Helen也说了很多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 其实当中的困难还是有的 只是希望大家都了解 这个家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spectrum 有很轻微的有很严重的 大部分的那个受害者 they don't want to end the relationship they just want to end the violence 他们不一定说求救之后就是跟家庭就没有关系 不是那样子 在不同的情况下请求助跟我们联络 谢谢 是的感谢朱莉耶感谢Helen 那么刚刚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官网的资讯 包括筹款的信息 我们待会都会打在这个节目链接下面的这个内容说明区域 大家就是如果是有心的 不管是寻求帮助的或是希望帮助这些女性和这个组织的都可以就是联系我们 好的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两位哈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一定记得不要犹豫 记得联系他们屏幕方式呢 我们刚刚全都打在了屏幕上面啊 同时内容说明区也会有 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好感谢两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